穿戴裝備在訓練場館裡 靈活出拳攻擊 巧妙閃避對手攻勢 穿橘色上衣的就是女子拳擊國手 黃曉文 代表台灣出征巴黎奧運 來到巴黎賽前訓練 黃曉文時刻備戰不馬虎 她在上一屆東京奧運 拿到銅牌的好成績 這一次出戰女子54公斤級 首輪將對上蒙特內哥洛選手 如果順利晉級 之後將遇上強勁的對手 保加利亞同好的種子佩洛娃 不過美國媒體運動化開 認為中華隊有機會拿下一金二銅 黃曉文就是金牌熱門人選 把自己的表現就是做到最好 那其實我也自己不去預測說 自己能夠拿什麼牌 就是盡全力 是有點壓力 那我們一樣以平常性的方式 去做準備 當然我們原本的目標 就是設定獎牌 那當然我們的獎牌 顏色越漂亮越好 全級隊除了黃曉文 還有其他五人出賽 包含美少女吳詩怡 在27號晚間 對上男涵好手 抗癌女王陳念琴 29號凌晨上陣 台灣女拳王林玉婷 首輪輪空 8月2號才會登場 排文族戰士賴祖恩 一樣首輪輪空 30號上場 台灣阿甘甘家威 則在31號要比16強賽 全級選手拼盡全力 拿出精彩表現 爭取榮耀 TVBS新聞 李建偉 于心漢 黃凱信 藍運迷 法國巴黎一項報導